太早吃吧 陳博斌 是, 大王 今年29歲, 我真是繞手了 明天是大年初一 今天我們算是都市團年 請我們吃什麼? 大年初一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不如吃龍蝦吧 好 先給個寓意, 龍蝦是怎樣? 蝦, 當然是蝦蝦大少爺很開心 好… 什麼名堂? 我們這個叫龍蝦餃子 很矜貴 龍蝦來包餃子? 大餃子真的很名貴 不是, 給人家一個… 蝦肉 很驚喜 對, 吃開他們的餃子的時候 不僅要早點回來, 是嗎? 在庭練的時候 不是等到開飯的時候才回來 預備龍蝦尾, 最多肉的地方 大王在這裡幫我招呼它 先浸泡溫泉 是 因為龍蝦本身的肉 不容易給你, 像一隻蝦一樣撕殼 我們可以將熱水 大概兩、三分鐘 讓水有足夠的熱度 讓它可以慢慢離殼 是否這樣? 這樣 可以了, 你有空把背部浸泡溫泡 不然背部會黏殼 絕了 在這邊我們要預備餃子餡料 這裡我們可以將帶子 或者你說我有一些豬肉 可以將半肥瘦 我們也拌進去做餡料 年底大家應該已經打了很多次鮮爐 吃了這麼多次火鍋 到了… 應該沒吃過龍蝦餃子 那麼大王也沒吃過 不是吧 當我們做龍蝦餃子的時候 可能你的家人也不相信 裡面說真的有龍蝦嗎 對, 我們真的不相信 是嗎 結果就變成帶子在裡面 除了帶子 我們不想只讓肥牛搶走做主角 我們也可以將… 放些菜 這是什麼菜?豆苗是嗎 是豆苗, 對 你喜歡的就放芹菜進去 芹菜餃子 韭菜可以嗎 韭菜也可以 對, 長長久久 龍蝦在這裡游冬泳的時候 我們請上來 好… 在這裡我們加一點胡椒粉 胡椒粉 生粉 鹽我們放進去 麻油, 最後有一點蒜蓉 你說我喜歡, 你可以放 不喜歡, 也可以不放 有時候你比較野味 這是個人自由的選擇 好嗎 我這裡加了這麼多水 但這個餡料還未能包 加水大一點 還未有龍蝦 是嗎 最主要的龍蝦 芝靈, 你真的很擔心 我們包不成龍蝦 對 很擔心 我真的不是… 只要蚊 很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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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這裡我們就要拆肉了 很熱 你也可以嗎 不是, 應該是冬泳 應該不是很熱 好, 在這裡我們就把它剪開 對了, 肥美 你一直剪開 看手… 如果買冰鮮的龍蝦味也可以 其實如果沒有龍蝦頭湯 我覺得其實可以的 因為出來的效果 加不大 不是相差得太遠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 要把龍蝦頭湯拿出來 其實我幫我吃就不能吃了 Bibi說得對 很多人在這時候已經忍不住了 已經吃了 偷吃了 但我們可以把它剪開 很狠 很狠 這裡有大口龍蝦肉 不需要完全熟悉 只要… 只要掉下去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待會也會煮餃子 大家很疑惑 究竟煮出來是甚麼樣子 對, 為甚麼包 不是很大粒 坦白說 我不是經常包龍蝦餃 蝦餃也不是經常包 最後把它… 攪拌 攪拌 一團和氣 攪拌 攪拌 適合了 主角出場, 就是這個餃子皮 一般, 如果剛才的餡料煮完後 怎樣處理一下 攪拌了 多久? 攪拌了大概多久 30分鐘 因為本身的肉和油分 讓它的脂肪慢慢冷卻 攪拌了, 攪拌了一點 比較硬的肉 沒錯 現在是最重要的一刻 真的要看你怎樣做 所以也沒有怎樣出水 沒有 皮會比較大 還有大家有否疑惑 就是為何你看不到龍蝦 我這裡… 攪拌了 不是很大顆嗎 我給大家有個驚喜 這次的龍蝦 是嗎? 我是生的 為何我剛才教大家熟取龍蝦肉 相對比較簡易 生的時候真的要找刺身師傅幫你拿 不然會黏著殼 你拿到龍蝦的份量會變少 我們買正方形皮 很簡單 打一個摺 總之不要讓它走出來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合格的餃子 不如你… 就是合格的 這好像三國仔一樣 好像餃子講師一樣 不, 因為餃子皮切的時候 有點長方形 你找些比較正方形或是你喜歡的 剪到完全是正方形 就已經可以了 不, 你把它捏得很緊 不是… 對, 現在讓它有水的部分 待會它煮的時候不會走出來 接著我們在中間餃子的位置 看一看, 像元寶一樣 這個還不是魚皮餃的朋友 這個位置 對 對, 魚皮餃的朋友 糟糕, 給我碟鍋 原寶, 剪成一個小元寶 很大顆, 原寶 寶寶, 想不想挑戰一下 來吧… 不怕你 好, 你看得到 那塊皮比一般的餃子大快 所以有少許… 是否特地要買大快一點? 這些比較好一點 也沒關係, 我喜歡它是方形 如果喜歡的話, 細快一點也可以 我們在超市買到一些冷藏 有時候在街市年尾時有很多人 你買到新鮮的話 就像我們一樣 也可以買一些急凍的 放在雪櫃裡 開年也可以包餃子 15又可以包餃子 初一也可以包餃子 現在開年試 是嗎? 怎麼回事 你還能買到年29年? 全部被人買光了 好, 沒關係 總之我們這裡一家人自己吃了 好, 總之夾了一個三角形 然後轉圈 然後轉圈, 轉圈, 用手指 好像一個元寶一樣 另一邊, 濕一濕水 這樣就有第二個 元寶仔 元寶仔 可以嗎? 我當然是曼公在細胞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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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對他很有信心 很厲害 很厲害 對嗎 很信心 真的美貌與智慧並重 好, 完成 我們有了餃子 當然要用這個湯浸泡 有湯嗎?會有甚麼湯 要趁得起大家這麼富貴的話 也要用龍蝦頭 大王, 放一點油 加大約一湯匙 通常不是太大隻的龍蝦 你把龍蝦都斬開 斬開, 對 對, 要讓它們的膏和鮮味 有機會可以走出來 平日我們做的湯汁 都可以… 例如你說我包蝦餃的 就用蝦頭 蝦頭 對, 龍蝦的 就是龍蝦頭 對, 這裡可以放茄膏 好, 控制一下火候 蒜頭也一樣 我們可以放一些蒜片 在這裡的龍蝦頭 聞到香味 有些人比較焦跡 可以放進焗爐裡 焗一下 焗一下 會比較好嗎 會更香, 更香濃一點 不過有些人不喜歡龍蝦 本身焗完後的炭火味 對,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純粹鮮甜的話 大王, 給你一個更鮮甜的 這個我自己熬你 沒錯 這個是什麼? 這個好像啫喱狀的魚湯 請你喝, 好嗎 我先給大家看看 看到真的有魚在裡面 外面不夠加質 不過真的是啫喱 怎麼煮的? 怎麼煮的 嘉明問我是自己煮的 還是出去買的 當然自己煮 我是自己煮的 我們叫龍蝦快焦了 要試一下嗎? 倒下去了… 你快點喝 是甚麼魚的湯 龍蚱湯 不是龍蚱, 是… 梳落 我是用這個, 沙蚱而已 總之是鮮的魚, 放下去就可以 剛才我們有這個… 龍蝦水 對, 全部放進去 讓它慢慢煮起 就節省了 大王 已經煮好了 很重要的任務 我們的元寶, 看著下去 大王, 拿罩躲在底裡 讓它不要黏著 滾水下去要煮多少分鐘? 煮大概兩、三分鐘 我們已經熟了七七八八 接著我們就等它過來這邊 浸一層龍蝦湯 為何不直接浸在湯上? 這是有必然性的 始終餃子皮有點粉 龍蝦湯就清淡, 餃子皮就熟 在這裡我們可以把它隔一隔 煮一下 同一時間 在這邊灑一煮 從龍蝦慢慢煮起的時候 我們就加一些配料 沒錯 放一些脆肉瓜 我們放一點時間 龍蝦在裡面游第二次的水 好的 這個大概游多久? 這個水游大概10分鐘就可以了 不過我們就在這裡 讓它的脆肉瓜慢慢熟了 就可以了 我們先等水攪拌 在這邊我可以慢慢撈起龍蝦腳 這個不甩的 湯最重要是有味道 切生了 對, 我們就可以放下去 對, 這裡是好喝的湯 你看到顏色有點橙色 就是龍蝦已經熟了 我們在這邊 可以把它轉換過來 對, 小心地不許過來 浸過那些狗 來 這裡要浸多久? 這裡就沒所謂了 讓它的皮本身沒什麼味道 我們讓它吸收龍蝦湯的味道 就可以… 最後有一件東西 我整年都沒有用過 在這裡, 我要加一點點 牛油 這是什麼? 這是牛油 為什麼? 通常都是用植物油 這裡是龍蝦湯 你放進去嗎? 功效令龍蝦湯更加濃 均衡一點, 再加蔬菜 有一點顏色而已 我提示大家, 裡面有什麼菜? 裡面有什麼菜? 菠菜 薯菁尼 是, 是豆苗的 豆苗, 我也想說 真的在這裡 吃火 我們一個個的餃子 對了, 又有一點點翡翠 我們有一點湯 讓它們可以… 大家煮的時候不要黏在一起 這是一盤的元寶 希望新一年健健康康 翡翠龍蝦餃 佐紅蝦餃 治療 喝酒 酒